Naleo聊事記 天天的個星 大家好,我是Naleo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 SuperDryful Fit的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的特點是 整場的比賽 都只能用六個文明進行選擇 這個六個文明選擇之後 不管你遇到誰 都只能用這六個文明去進行對戰 這次的比賽有很多混合圖 也有這個陸地圖 所以維京人這個選項 居然在四十幾個文明裡面 居然選擇了維京人 是相當的有想法 Hera選擇維京人 應該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在 維京人他的特色 是有免費的輪走技術跟手推車 所以經濟來說 他是遊戲裡面經濟最好的文明 而且維京人有這個維京大戰船 打這個海途是非常的 有一些效果在的 但維京人的缺點是沒有火戰船 所以在封建時代初期 要迅速累積自己的戰艦 才可以有效壓制敵人的火戰船 那維京人呢 他的特色是他的步兵血量比較多 那他的強弩呢 沒有拇指環 但有維京狂戰士幫的關係 所以強弩的傷害 可以高達十一點傷害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義大利人 那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升級時代時候 科技造價是比較便宜的 有省一些折扣 那他的大選呢 跟碼頭的技術 也是有這個折扣在的關係 所以他在海戰的部分 可以先省一些資源 或者自己的經濟優勢 省錢 但是到了中後期 義大利人的優勢 會慢慢越來越少 所以Duck這邊的戰艦優勢 並不像維京人 有這個特殊的戰艦優勢在 但是義大利人的火槍跟火炮 都是很便宜的 所以到了後期 如果需要火炮去打陣地戰 的一些時候 就是出這個火炮戰場 這個也會有這個潔滅 會有一些折扣上的優勢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這個海戰會怎麼打 那這張地圖呢 中間是沒有這個 中間礦島可以奪取的 這個應該是島嶼地圖 那島嶼地圖來說的話 那通常打前期的部分 如果在前線蓋碼頭的話 那就是要打快攻 那如果是在後面下碼頭 就是要打一個開農型 偷戰 偷這個漁船的策略 可能會出到五艘 或是八艘漁船 八艘可能太多 四艘五艘六艘漁船 在後面出火戰船防守 的一個打法策略 那義大利人這邊是 決定在前方放碼頭 那HERA這邊也是在前方 發了一個碼頭 兩邊的碼頭 都放的是正面 兩邊都是想要走一個 打架路線 那對於HERA來說 放後面的碼頭 就是等於是熟了 那對Dock來說好像也是 那不管怎麼說 兩邊的打法都是一個 偏有 偏有自信的打法 那義大利人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只有漁船上的減免 所以並不會有 太大的優勢在 那維巾呢 也是 那相比於維巾來說的話 應該是義大利人 這邊會更有優勢一些些喔 好 那義大利人 這邊漁船減免 喔 這邊是直接按了運輸船 而且沒有挖金礦 這就代表著 Dock這裡沒有打算 要打海戰喔 唉唷 重點來了 唉唷 家裡沒有挖金礦 唉唷 挖了挖了 還是得挖 但這邊有再一個人 所以這裡應該是有意識到 這個要去打一個壓制打法 可能是要下射箭場或是馬舅 那這邊的話是沒有下軍營的 所以要下馬舅也是很困難 好 決定在這邊直接登島廊 好 這邊算是在很快 19吋就上了 HERA這邊是21吋 好 這邊先升上去 趕快按燒火戰船 立即伐木 這裡先補一個房子 這隻村民想要做點事情 但HERA不知道會不會看到呢 好 這裡還沒有看到 看這時候Dock的落馬已經在島上了 好 順手HERA補下第二個碼頭 那HERA遇到這個情況應該有意識到 欸 對方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麼急速升風是為了什麼呢 那他這樣升風的話通常只能單碼頭 去出這個火戰船 就是極限 當然也可以去雙碼頭去出 但是出的話會有點斷斷續續的 好 這裡是補下了一個射箭場 家裡補了一個軍營 果然是要走小宮路線 好 這裡火戰船開始燒 HERA這邊點下了一擊伐木 這裡是雙碼頭爆戰劍 這是我們剛剛開頭講到的 維基人通常又在封箭時代初期 趕快去下這個戰船 累積數量才可以壓制回去 但Dock這邊走一個雙線進攻 海陸全餐 兩邊都是走一個非常激進的路線 那這裡是補下了射箭場 那待會出攻兵 開始要來秀操作 好 兩傷召劍 趕快去反擊 能燒掉一山就四轉 這裡又一燒過來 別燒過來 燒一下 哎呀 這個漁船最終還是被燒掉了 這個漁船一直在被追啊 好 火戰船開始在打戰劍 哇 這個戰劍被燒的血量掉得很快 想要點掉 但是點不掉 這一艘殘血的戰劍一直活著 還在燒 又要再燒掉一艘了嗎 哇 這一艘被換掉了 好 這邊的攻兵也在一個多線 大哥這一波打得非常的激進 哇 這個過來牧區直接收村 這個經濟有點差啊 那還好喔 維京人有這個輪走 我村民走得超快的 走得超快的 0.88 這個經濟損傷就很小了 這個差0.8 0.08這個跑速還是有差的 還好他是維京人 移動速度夠快 馬上到另一邊趕快防守 那待會右邊這邊直接插一個劍塔 去防守 或是開始整挖石頭之類的 那如果這邊挖石頭的話 他的海戰可能會打輸喔 所以赫拉這邊要思考一下 要怎麼該防守這個區域 所以可能是插一個劍塔 然後選擇不挖石頭 也有可能 好 戰艦出量現在只有六艘 但有三艘 已經準備來到了大可家的後方 看到後方這裡 你家後方居然沒有碼頭 那赫拉應該就意識到了 那你應該是全部打入戰 那碼頭部分就是吃單碼頭 然後出漁船 那赫拉這個是先把敵人的漁船 先全部解決掉 自己的漁船也有點危險 好 上方的工兵開始繞了過去 好 那這裡有一個安全的墓區 暫時沒有問題 而且這個墓區是非常厚實的 所以工兵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騷擾 好 這裡又附了一個射箭長 還是要出點毛兵 好 赫拉這邊是出到了六艘戰艦了 暫時沒問題 OK 這邊繞了一圈 發現什麼都沒有 看了個寂寞 這時候大可在右邊 偷偷藏了新的碼頭 想要來搞點事情了 好 上方這裡 沒有辦法做到其他事 只能對著防止無能狂怒 那目前雙方的經濟戰神 都是集中在海戰的部分 海戰部分損傷比較多 兩邊的村民處都是三四村 那目前赫拉這邊是保留住了五艘漁船 所以現在這個捕魚優勢 是赫拉目前拿到的 好 這邊終於把這些工兵給逼退了嗎 這個工兵要殺掉一村了 再一拳 好 擠掉 工兵要趕快側 這邊工兵是繼續往前騷擾 那後面毛兵先擋住 這裡要收村 撒農田 有點一技能嗎 沒有 一技農田沒有點 有點缺弱 好 現在戰艦數量來到了八艘 好 那達克這裡是沒有放棄打海戰的 繼續屯這個火戰船 好 回頭燒一下 那以火戰船打圍京戰船 這個打法來說的話也只能這樣子 最近人家圍京人的戰船是有減免的 一個是漁船減免 一個是戰船減免 想必是圍京這邊打海戰更有優勢一些些 好 那這裡戰船繼續出 這裡有一隻肉麻在撿毛兵 效果相當的好 這個毛兵要盡量的回頭去打下 不然這個肉麻這個血量還是很麻煩 好 上方這裡圍得很大 所以完全不用投資一根劍塔 那這邊射掉這個木橋才可以鑽這個洞 那但是如果射這邊的話 這邊的村民就往下防就可以了 HERA的打法算是相當穩定 這邊還是要先掌握大局 趕快把這個海域給控下來 好 那達克這邊是升級了 這個城堡時代 3級城堡時代蠻快的 HERA這邊有點爆黃金 有沒有下4級呢 好 後面補了一個4級 補了4級之後 待會可以買賣一波 趕快高速上乘喔 不然這邊實彈已經落後於人了 好 這裡真的要打破了 木牆還有再撐一下下 好 這裡走進來 這裡戰船被燒掉了一艘 好 圍京的... 肉馬 阿 圍京把這邊的... 義大利人的肉馬給解決掉了 待會毛病防守就會比較簡單一些些了 OK 這一隻村民還沒有死喔 只要有一隻村民在這個島上 大可就可以繼續搞事喔 好 這裡射掉這一艘戰船 火戰船還是想要找個機會 抓掉漁船喔 漁船一直在四處逃難 好 看可不可以射掉一台碼頭 射到一個碼頭的話 產能就會稍微下降一些些 那HERA這邊有細節喔 他到現在還沒有點下一級射 對 有點微妙 戰船的升級是要透過冰工廠的一級射 去增加射程跟傷害的 這裡還沒有點下 不太確定KERA這邊是思考舍 還是他忘了呢 可能打得太激烈 忘記要去點工坊 有沒有可能呢 好 大可這邊一身到城堡時代 馬上點下弄炮戰船的升級 這邊先升弄炮戰船 待會變火戰船 傷害跟坦度也會有所提升 好 這邊開始轉騎士囉 馬舟 轉騎士 HERA這邊的經濟 感覺是想要3TC看 不然就是想要一個樹地 有可能 單TC 三馬舟樹地 轉維京大戰船 或者是轉一個陸戰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 鬼基人打這個 樹地優勢是非常小的 基本上是沒什麼優勢 上帝王時代優勢並不大 但HERA這邊也是明顯的 爆資源喔 資源有點爆炸 好 那一大一人 現在擁有火戰船的優勢 趕快壓制回去 這裡的漁船可能不保了 好 這裡應該是要趕快開TC 開TC 開起來 這裡是要爆嘛 OK 維京選擇打騎士 畢竟騎士是 城堡時代初期 最強的單位 基本上 騎士一出關 便知有沒有 意大利這邊也是選擇騎士 但是按了幾隻 維京這邊是在場 維京大戰船 維京大戰船 這邊趕快按 但是攻擊力一直沒有提升 我確定HERA這邊的想法是什麼 把所有的木頭 全部投資在了維京大戰船 TC 選擇了開在右邊 跟左邊的位置 3TC依舊還是要開 好 大戰船已經來到了九燒 但是射擊現在才剛升上去 好 這邊戰船沒有打算要升級 魔砲戰船不升 但是這邊 維京大戰船一出來 馬上就被燒掉了一艘 第二艘可能也要被燒掉 哇 第三艘 也被燒乾淨 完蛋了 這裡有點尷尬 維京大戰船一出來 全部都著火了 好 那由於這邊出了幾隻騎士的關係 現在陸地方便算安全了 但是二級色依舊沒有辦法補下 維京大戰船少了一個二級色 傷害已是會差蠻多的 但是HERA這邊重點不能先去點二級色 因為會斷村斷到頭破血流 所以現在只能繼續增加維京大戰船的產量 然後趕快去補下村民 農起來撒農田 這邊待會二級伐木也要找到擊潰點 現在是壓力最大的時期 維京人在這邊能不能扛住呢 但是現在維京人有免費的手推測 經濟效益其實是非常好的 這邊陸戰HERA好像拿到了先攻優勢 第一時間收掉了僧侶 上面用騎士稍微高打低反打的回去 哇HERA這邊騎士直接拿到了主導權 島上的所有軍事單位都解決掉了 好 好 達可這邊是要退出這個島了嗎 運出船來到了岸邊 好 這隻碼頭一個一個被燒掉 現在維京人沒有碼頭的產能了 這裡點下了二級色 好 這邊這裡又蓋了新的兩個碼頭出來 好 這裡殘血的戰船要不要維修一下呢 都到岸邊了 要不要入港 維修一下 好 這邊僧侶放了兩隻在裡面 一出來趕快遭翔 最旁邊那隻不遭 遭比較遠的 第一隻 遭到了一隻騎士 OK那這樣就有點尷尬了 好 維京戰船繼續拆除岸邊的碼頭 現在大可的岸邊碼頭只剩下左邊這一個 還有右邊這一個了 後面要不要偷補一個碼頭呢 好 目前3TC開農的Hera 現在經濟開始穩定起來了 那大可這邊也是喔 兩邊都是3TC開農 所以村民宿差距並不大 反而是兩邊的漁船都被解決掉了 好 這裡生魚一出來就被砍掉 因為這個修道岸已經著火了 不能躲你的 所以生魚只能在野外 色色發抖 好這裡有少量工兵 幫忙輸出一下 Aura這邊的陸地喔 已經是慢慢穩住了 好這邊騎士想繞 看能不能騷擾到一些東西 好來到了右側 這裡要圍一下嗎 這裡不圍 騎士可能會絞殺 好大戰船還在巡邏 看能不能 在抓到對方的漁船 或是運輸船之類的 這個運輸船還在運村民啊 又運了兩隻村民過來 哇這個大可瘋狂上島 搞事啊 那義大利人這個文明我是覺得選得非常好 不管是海戰或是陸戰啊 義大利人確實都有選他的價值 好我已經這邊繼續壓制 繼續拆除野外建築 這裡馬舟你要趕快拆掉 好這裡大戰船 趕快再射掉 這裡的火戰船 好一大利人這時候趕快補下輪軸 輪軸跟手推車越慢補喔 跟圍巾人的經濟差距就越大喔 好這一騎士還在繞 但這邊一直收村 一直能吃到東西 來看一下這邊經濟差距來到了多少 圍巾人這邊經濟是來到了兩萬二喔 經濟資源贏了快要三千資源喔 哇這個木材15黃金全都贏了 免費的手推車跟輪軸技術實在是經濟太好 好一大利人趕快補下 那這邊也可以補帝王時代了 還是我們先補個帝王 再補個手推車 好先補個帝王 手推車要馬上補嗎 好這邊義大利人上倒暗軍營 應該是要帝王轉傭兵 直接收到 既然海戰我沒有太大優勢 那我就轉打入戰 這邊大可這邊的想法非常的思路清晰 補下了鋪衛技術跟步兵的鎧甲 好家裡這個農田可能還要再繼續撒 這裡木頭有點爆亮 這裡是盡可能去撒農田去跟挖金礦會更好 畢竟如果是不打海戰的情況 這裡要趕快轉下資源 好後面還補了一些碼頭 欸看來海戰沒有完全放棄喔 好 Hera這邊的圍巾大戰船 暫時沒有事情可以做 好 但是這裡有事做了 發現後面就有個靠岸邊的墓區 射到了一村 小站 哇這裡的墓區也尷尬了 趕快這邊補個採礦工地 這裡再補個伐木場 這裡的村民趕快撤離 這時候Hera還沒有發現 島的最左邊這裡已經隱藏殺機了 五個軍營 好這裡兵工場 趕快再補一下攻擊力吧 點個一攻 好這裡補了新的 打木場 好這裡也是 好一攻補下 Hera這邊生地龍時代 現在是要登島嗎 還是要先做一個開農 攀經濟的動作呢 攀科技 好 我現在點下了奴炮戰艦升級 還有這個航海技術 那就是要打登島戰術了 碼頭太多了吧 9個 好三級色化學 然後繼續按村民 好板甲技術也補下了 三級的步兵台甲 動兵數量開始慢慢堆疊起來 這時候Hera還不知道 家裡準備要出事了 這裡我已經大戰場還在繞岸邊 他已經覺得很奇怪 欸 怪怪了 啊你怎麼都沒有碼頭 你難不成沒有要 開戰了嗎 還是你這邊是5TC開農上去了 好這Token了 圍巾 圍巾那邊是補下二級法夢 好 但這邊圍巾已經衝過來了 這個傭兵衝過來怎麼辦 二級攻 趕快點一下 二級攻 要不要點 點一下二級攻 哇 這個傭兵過來 上島直接爆炸 傭兵 太強了 完全打不贏 傭兵的攻擊也是10加1 圍巾這邊的騎士也是10加1 但數量實在是太多 造價便宜 移動速度也蠻快的 還有這裡有一根城堡 趕快建起來 守護了這些礦區 好 但其他地方要繼續守也很困難 好 一打一人 這邊要繼續按傭兵才行 好 回頭打下騎士 應該是輕輕鬆鬆 傭兵這個單位非常強大 好 好 這時候終於看到了 左邊這裡早就一大坨 HERA這一把偵察做得沒有很好 讓對手有機可乘 好 這裡看到了一些 中差的燒戰 反正暗邊來說 HERA是暫時有優勢的 結果這邊 義大利人 入戰打一打 突然也打海戰 一個雙線進攻 現在HERA家裡 到處都有傭兵在亂竄 後面有補雷跟城堡 好 暫時HERA要解掉的話 維京狂戰士應該是首選 暫時能解傭兵的東西 就只有維京狂戰士了 強弩的部分還要升級 而且還要升級維京狂戰士幫 強弩這些資源 還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解得掉 要立刻應對的話 城堡裡的維京狂戰士 是很好用的選項 好 那海戰的部分目前是維京 這邊是轉出了一些造 重型爆破船 好 這邊一直在偷村民 偷到幾隻 現在DUCK的村民樹也是少掉了一些 好 村民爆破船沒有隨意亂炸 欸 這邊要插出火花了 自爆船 這邊遭遇 DUCK第一時間拉開 沒有炸下去 有點可惜 好來到後方看一下 好 這邊回頭炸了一發 好 上島的 這個 傭兵 已經好像全數 被收掉了 維京狂戰士 這邊是出了幾隻 沒有一直繼續按 反而是 回答海戰 轉出了更多的 維京大戰船 那維京大戰船 還可以升級為精銳版本 好 這裡是看起來 有點危險喔 趕快往後拉 哇 這個又被收掉一台 這個火戰船太強了 重型火戰船 好 傭兵跟維京狂戰士 左邊一站開打 但是看起來 維京狂戰士 有點稍微劣勢 現在也是傭兵的集結點 回去狂戰士 最後是打輸了傭兵 那狂戰士 跟傭兵的數值來說的話 狂戰士還是有優勢的 會自動回血 而且傷害值 多了兩點 10加2 那待會生完精銳的話 還會再提升傷害 但是 暫時這個情況來說 維京人 還是有點吃力的 好 這裡傭兵 就有一個多線 海戰部分 重型火戰船 還是給到很大的壓力 那HERA這邊自爆的方法 就是出自爆船 是最好的選項 好 那待會如果HERA可以穩住 左邊這個區域的話 就可以轉出火炮戰船 開始進行沿岸打擊 好 爆破船三台 維京人點下了三級攻 一拉一人點下了公會制度 還有彈道學二級攻 傷害直接拉滿 HERA這邊點下了維京狂戰士 好 維京大戰船的升級 金冠技術也點下了 維京狂戰士幫 那狂戰士幫呢 也可以增加維京狂戰士的 不是 維京強傳的這個傷害喔 加一點 維京狂戰士不會有所提升啊 維京狂戰士幫這個科技名稱 卻跟維京狂戰士 一點關心都沒有 有點微妙啊 是不是這個金冠技術 應該也要讓維京狂戰士加一點傷害呢 可以比較稍微強化一下 維京這個文明 好這邊不用出火炮戰船 用這個維京長船 傷害也是特別快 好維京大戰船的傷害 來到了頂峰 8加5 13點傷害 好點下了金瑞火炮戰劍 開始要來延岸打擊了嗎 來看一下這個自爆船 哇 太舒服了 再炸一下 再炸 全部炸光光 這個自爆船打火戰船 就是這麼的好用 一打一人見撞 唉呀 這裡再繼續出火戰船 沒有優勢啊 趕快轉出了重型弩炮戰劍 那這邊三級射 也要趕快點一下 化學補傷 攻擊力再加一點 巨型投射機 工程成功 左邊這個區域 開始慢慢拿回來 那待會海戰有優勢之後 延岸的碼頭 都可以順利拆除 包括自己家裡 左邊這個區域 這時候 Duck開始在這邊開TC 去偷挖Hera家裡的木頭 那島嶼這樣地圖 後期的木頭資源 是相當珍貴的 所以如果能這邊 榨取對手的一些木頭 對於後期的交換 是更有利的 好這裡鼓勵跟城堡 建立起一個安全的防線 好 Duck中間補下三級射 弩炮戰艦 開始穩穩的 產生了出來 好馬頭收掉 危經大戰船 這邊的數量是來到了20艘 好這邊開始對射了 危經大戰船 對上重型弩炮戰船 好這邊想要吸引一點 弩炮戰艦的傷害 左右抖動 一直抖動 有人靠近就炸他 要炸嗎 炸 這一波還是炸到了 好但是 弩炮戰艦好像是亂不夠多 現在危經大戰船 需要一些坦克在前面 好這些 弩炮戰船 在前面的話是 防衛是8加1 危經大戰船也是8加1 接著繼續出危經大戰船 其實也可以的 這邊還有出幾台火炮戰船 現在海戰變成有點 互相角力的狀態 有點五五開 Hera這時候還沒有發現 有人在這邊偷偷伐木 Hera這邊點下精銳的 危經狂戰士的升級 好這邊直接一個登陸戰 看一下這邊登陸 登陸戰開打 14加4 18點傷害 跟這個遊俠傷害是一樣的 攻擊力是4加4 防御力是1加5 2加5 雙防5 血量氣4滴血 總覺得危經狂戰士 這個單位的血量有點太低了 氣4滴血 有點沒有辦法打出 危經人這個特性 好危經人點一下 球長科技 增加步兵 擊殺村民時 會獲得5點的 黃金獎勵 好這邊直接手撕 城市中心 危經狂戰士 打城市中心傷害 非常快 但正面突然一觸擊發 危經人的正面海戰 快要被擊潰 這邊轉危經大戰船 可能會比較好 或是轉儒化戰船都可以 這裡千萬不能再出 精銳火炮戰船了 火炮戰船在海戰的 突襲當中 是沒有那麼的好用的 因為他的開砲速度慢 而且不一定打到 而且招將昂貴 這不是海上的火炮 怎麼辦呢 我已經這邊的海戰 越來越岌岌可危了 這邊可能要一波的 自爆船超級會打得贏 好這邊自爆船炸了一波 哇後面直接鬼切 切到了非常多的戰艦 但是現在義大利人家裡的 島上問題 已經被拆掉了非常多的城鎮中心 雖然村民們只能四處逃產 村民再往右邊繼續發展 好危經人這邊趕快繼續補戰艦 戰艦數量一直在補 14個碼頭 全能鏟開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很好的集結 反而是自己的數量越來越少 DAP這邊的戰艦也是越補越多 就算我島上給你 我也要打贏海戰 當然也不會親給HERA這邊島上的主控權 這裡轉出了奴兵 奴兵打危經狂戰士 效果還不錯 但還不是強奴 好現在港口全面封鎖 HERA這邊如果要轉往改新的碼頭 也是不划算 所以這裡是要趕快把所有的碼頭 產能全開 然後可能要一致排開 打一波ALL IN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 好那現在有努命的關係 現在危經狂戰士 藏到的舔頭已經結束了 這裡雖然拆掉了很多城鎮中心 但是暫時敵人也沒有投降的趨勢 現在對手反而是有海戰的極大優勢在了 大家看這邊的海戰打得非常漂亮 海線封鎖 好這邊繼續進攻 右邊繼續往右跑 左邊這個區域呢 沒有繼續打 這裡終於發現了 好海戰部分稍微有一點慢慢打回來了 右邊這裡要是能再繼續集結起來的話 先把右側穩住 左側的問題就可以稍微解決 穩住了嗎 看來穩不住 要先蓋新的碼頭了 海岸線這邊再補一些新的碼頭出來 看著可不可以引誘對方的主力再繼續往右走 其他的碼頭就可以騰出這個存活實踐 這邊按下更多的戰船 好那島上的問題已經全部解決了 奴兵已經收掉了所有的圍巾狂戰士 好現在是走完海戰的重點了 誰能拿下海戰就可以拿下這場比賽勝利 好這邊左邊戰船轉出了一些火戰船 火戰船並沒有要直接登入主島 右邊的位置 而是繼續在左邊巡邏 現在這裡奴炮戰船各處沿岸封鎖 看能不能封鎖到一些墓區 當然現在HERA的墓區都在為 正前方跟右側左右側的位置 可能要打左邊這個位置才可以 看要不要轉一些火炮戰艦 趕快去拆城堡 封鎖這裡墓區 可能會更重要一點點 但是現在Dark的心思全部都在HERA的海戰上 HERA這邊的海戰數量開始慢慢堆疊起來了 這邊再繼續秀一下 左右洞左右洞 好這裡有更多的海船出來了 這一波HERA的海戰包夾好像有機會 這邊海戰打不贏 Dark這邊劍好就收 這邊打不贏了趕快撤 左邊這邊的戰艦已經被1分為2了 左邊一邊 右邊一邊 但是這邊走出來回頭 哇這個一回頭又吃到了更多傷害 只能往後撤了 這裡趕快把後面墓區趕快罰起來 現在HERA的經濟還有140村 四村全部的村民都在伐木跟在種田 而且HERA也可以選擇去上島去攻擊敵人 這邊田再稍微種一些些 然後趕快上島蓋馬舊 出馬舊去打那個陸戰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馬舊如果蓋得太岸邊的話 自己沒有海權的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有效的拆除敵方的村民的 一定要有海戰優勢才可以繼續打 這邊經濟來到了緊繃 這個木頭82個人伐木 但是已經沒有黃金了 HERA這邊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戰艦部分是按得非常的艱辛 更多的海戰集結在左側的位置 HERA這邊數量非常多 六三艘 對上45艘的 為奴炮大戰船 縫行奴炮戰船 兩邊互射 迴京大戰船仿佛是白身的 Duck這邊也是想要修一點傷害 吸一點傷害出來 這個船可以這樣子扭也是相當不可學 現實這種船怎麼可能這樣子扭來有去啊 但是這次遊戲不用太在意 好 這裡大戰船 看起來是 HERA拿薩勒上風了 Duck這邊是越打越劣勢 HERA這邊經濟繼續通過買賣 沒有打算要打陸戰 只要海戰打贏 對手就會打出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場比賽打得非常精彩 Duck雖然還能繼續打 但是村民術有點落後了 而且也沒有重傷HERA的趨勢 而且這邊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岸邊被拿下 這塊木區被拿下的話 基本上就是GG了 這個木頭會差距太大 待會HERA再直接上倒 幹嘛就直接塗了一波 你這邊一段木就會直接打出GG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展出更多的奴兵 按這些奴兵就是你的極限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達到資源的勝利 整整贏了兩萬資源 所有的資源都是凌駕於對手之上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硬實力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按讚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部分 最初的影片 我們來看見過 還有影片 heavily影片見過